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刘说说 每年的5月初 全球的投资界都在关注一件盛事 那就是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大会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股东大会是由巴菲特主持的 所以很多人又把它称之为巴菲特股东大会 今年的巴菲特股东大会是第一次在线上举办 我也是看了一下回放 然后思考了两天 总结出了几点 我认为我们看巴菲特股东大会是要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的 是要思考一些问题的 不能像很多人看了之后就看个热闹 今天我主要总结了5点 做一个节目给大家说一下 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咱们共同来学习 第一点就是今年查理芒格没有来 查理芒格和巴菲特搭档了60年了 没来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周车劳顿不太合适 但是芒格今年都96岁了 巴菲特说他身体很不错 到底身体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从股东大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巴菲特的身体是真不错 巴菲特今年都90了 一个90岁的老人 四五个小时的股东大会 没有休息 而且从头到尾精神状态都那个样 没有显出明显的疲惫 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 就是不管你有多少钱 身体是第一位的 很多人都说你有多少财富 那都是多少个零 你的身体才是前面的一 如果一出了问题 后边的零就没有意义了 这句话是很对的 所以首先我祝愿看我节目的粉丝朋友 身体健康 虽然这是一句废话 但是有一个良好的身体 才是我们的根本 这是第一点启示 第二点我认为非常重要 那就是巴菲特向我们透露出了一个核心的精神价值观 个人命运要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 在股东大会上巴菲特说了很多 其中很长的篇幅都是在回顾美国的历史 从美国建国南北战争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 一直到二战之后 美国的民主进程 什么男女平权等等 他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告诉人们 美国的道路到现在为止还是正确的 不要看空美国 不要看衰美国去犯这方面的错误 巴菲特作为一个美国人 他说这样的话 无可厚非 这个思想价值观绝对是正确的 但是从中我们要思考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的切身利益要和什么紧紧绑定呢 那很显然啊 就要和我们中国的国运绑在一块 只有中国越来越好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 才有可能越来越好 很难设想一下 1937年的南京 南京市民干崇敬 我十年之后干点什么 我一年之后能挣多少钱 想都不要想 他要考虑的是下一秒钟 日本鬼子的屠刀会不会落在自己头上 这就是个人命运 要和国家命运紧紧相关 巴菲特反映出了这么一个观点 巴菲特说了 我余生都看好美国 他从来不会砍衰美国 即使有一天巴菲特失败了 无非也就是把自己挣的钱还回去一点而已 他所有的财富都是从美国来的 对于我们来讲吧 我觉得这才是巴菲特股东大会 透露出来的最重要最核心的精髓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 在这里要重重的点一下 个人命运是一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的 我们只有读中国越来越好 而且别无选择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就来谈谈投资 因为巴菲特股东大会 很多人关心的就是投资 在这一次股东大会上 其实巴菲特没有说出太多关于投资的东西 有的时候自相矛盾 巴菲特说了 现在是买入股票的好时候 但是不要借钱买股票 而且买股票之后 要做好下跌50%的思想准备 他说是这样说 自己却在4月份抛售了很多股票 而且也没有看到他抄底的意思 这就说明我们从这一届的巴菲特股东大会上 也看不出来什么投资的直接信号 我们就从以往巴菲特的投资风格来分析一下 作为咱们个人投资者 在投资特别是股票的时候 要注意些什么 从宏观上来看 中国的A股市场和美国的股市 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远远比不上人家 中国的A股是很烂的 但是我们在进行A股投资的时候 巴菲特的一些投资理念 确实是值得学习的 我个人认为 你要想在中国的A股挣到钱 只有两个办法 而且这两个办法要同时进行 第一个办法 选好股票 第二个办法 要拿得住 要耐得起寂寞 其实这两点 也是符合巴菲特的投资理念 像咱们中国的A股 虽然它很烂 但是我们如果以稳健的思路 去好好选股的话 选出一个五年的时间 股价能翻一倍的股票 说良心话很难吗 我认为应该是不难的 特别是A股现在整体已经处在低位了 选一个五年之内有把握股价翻一倍的 很多老股民应该都有这个把握 在A股市场上 这样的股票应该最少不下有500只 我说这话 可能老股民不会有太多的反对意见 因为好股票还是有的 第二个重点 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要拿得住股票 不要今天买了 明天我就卖了 这一点往往是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的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在2007年的大牛市里边 有很多人被套牢了 结尾接在了高点 2008年都被套得死死的 但是如果这些人不卖股票的话 在2015年的那次大牛市里边 最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能够成功的解套 甚至还能赚点钱走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好股票真的是不怕拿的 关键很多人拿不住 在2007年高位接盘的人 都能够用时间来实现解套 甚至挣钱 更何况现在整体点位 还是处在比较低的状态下 所以说在中国的A股 虽然不能和美股比 但是要想在A股挣钱 还是有可能会实现的 方法也很简单 第一选好股票 第二要拿得住 我认为这是我们在A股 能够活下来唯一的两个办法 而且要同时进行 至于说我当然不反对技术派 你去看K线或者做什么技术分析 我认为仅仅是能够让你的持仓成本 更加低一点 它起不了根本性的作用 另外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还说了一句话 我认为这句话非常重要 那就是永远不要浪费一个金融危机 我觉得现在这个形势 包括今后的几个月 应该就是一个投资的不错机会 这是第三点关于投资 第四点 在巴菲特股东大会上 我觉得还应该得出一点启示 那就是不要相信权威 我一直以为 投资这个东西一定要以自己为主 不要轻易去相信权威的话 权威的话 作为一个参考也就足够了 为了说明这个例子 我先放一段视频 大家看一下 我从来不向任何人推荐股票 但是今天我要跟朋友们说一下 航空公司的股票暂时避而远之 我预估今年上半年的报表出来 很多航空公司的业绩会很难看 但是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股神巴菲特 抄底买了航空公司的股票 我的意见是 我们不是巴菲特 我们跟巴菲特学不了 人家财大气粗 对吧 咱们还是对于一些 明显就能看得见的风险 还是暂时敬而远之 这个视频 是我在3月9号那天录制 当时我就跟一些朋友们说 要远离航空公司的股票 虽然巴菲特买了 达美航空 但是我们毕竟不是巴菲特 人财大气粗 是吧 我放这个视频的目的 首先声明一下 并不是说明我怎么怎么样 千万不要有这个意思 大家不要误会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普通人 只要你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 你得出来的结论 不一定就比权威差到哪去 有很多时候权威的话 它是很坏的 你还真不能听 就比如巴菲特 在3月下旬的时候 还向媒体说 我们不卖航空公司的股票 结果到4月份全部清仓了 你说这个 不让你们卖 我自己偷偷卖 是不是有点不地道 这就说明 我们做投资 一定是要以自我为主 你要经过谨慎的分析和判断 然后照着自己的路子走 不要听某个大V说了 哎呀要涨了 我赶快去买 要跌了 我赶快割肉 那你早晚都是会赔的 刚才这个例子 举的确实有点敏感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再澄清一下 不是说我的预测有多么准 而是正好自己蒙对了一次 其实我说错的地方也很多 比如说在三月份 我还曾经说过 美股没有见底 那意思说还是要往下跌 结果4月份涨了一个月 结果是啪啪的打脸 美股涨了一个月 原因当然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美联储无限制的放水 但是你在预测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想到 美联储会无限制放水 所以错了就是错了 对了错了 都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但是前提一定是要基于你自己的判断 不要听信别人的判断 这样即使你赔了也会不甘心的 这是第四点建议 我们投资要以自我为主 不要轻易听信权威的话 最后我们来说第五点启示 这一点非常重要 也是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临时想到的 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 说了很多美国的好话 另外巴菲特也从来不说美国的坏话 在这一点上 我们要隐身一下看 巴菲特不仅不说美国的坏话 他也不说中国的坏话 你觉得这一点有意思吗 不光是巴菲特 比尔盖茨 苹果公司 特斯拉的马斯克 这些经济界的人 也都很少说中国的坏话 你放眼全世界也是一样 德国大众 不说中国坏话 诺基亚前一段时间都被 在5G的竞标中都出局了 但是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对吧 在经济圈子里边 我们发现他很不一样 在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在国际上受人诟病的时候比较多 但是金融界的人士 很少对此发表言论 这就说明经济利益 是可以缓解一些政治上的分歧的 换句话来说 要想营造一个对中国比较好的舆论氛围 光靠和别人对骂 那是一方面 作用不大 最关键的是要提升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 要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在中国挣到钱 他自然而然的就不说中国坏话 这一点上可能有很多人想不明白 但是西方国家看的是清清楚楚 在这次疫情里边 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多发达国家 宁愿抱着逆全球化的风险 也要阻止越来越多的人到中国挣钱 美国出关税 对吧 吸引各国的公司回归本国 从中国撤离 都是基于这方面的考量 只要是阻止了更多的人能在中国挣到钱 就能阻止更多的人为中国说好话 其实明白这一点之后 下一步目标也就很明确了 那就是不要理会外部世界怎么样 他爱怎么样怎么样 作为中国来说 尽快的把自己的经济搞好 把国内的市场搞大 让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 能够随着中国的发展 自己能挣到钱 这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让他挣到钱了 他的利益自然就和中国的利益 紧紧的绑在一起 这样的人越多 中国的国际环境就肯定会越好 以上这些吧 是咱们从巴菲特股东大会里边 得到的一些启示 也不一定都正确 希望朋友们能够做一个参考吧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